哈囉大家好我是Sindy 今天的影片 我覺得如果你跟我一樣有身高體重 會有這樣子的困擾 就是 挑不到一件好看的西褲 就上次在淘寶開箱影片裡面呢 我就有跟大家講我這個困擾嘛 就是我168的身高 其實要找到一個 極西落地 極西 一個落地的西褲是非常困難的 所以呢 我就在那集裡面有買了一件新的西褲嘛 順便問大家說有沒有覺得 你是高個 然後你穿起來的這個西褲 你是覺得OK的可以推薦給我 然後我就把它們買回來 試試看到底適不適合我 那沒想到真的就是有一些觀眾就有推薦我 他們買的西褲覺得很OK啊 或是長度版型什麼都剛好 我就挑了五件出來 然後想要跟你們分享這五件穿起來的感覺 跟我最推薦哪一件 所以呢 今天就是一個高個西褲 小評比 因為只有五件而已 就小評比 那如果你對今天的影片有興趣的話 我們就繼續看下去吧 好 那我的順序可能會從厚薄度開始 就是我會從最薄的慢慢講到最厚的 那第一件最薄的呢 是這個王少女家的西褲 然後這件西褲呢 我跟你講其實 不知道看不看得到 好 就是我現在這樣子打開啊 然後我這樣子透過這個褲子看螢幕 是看得到一些光的 所以表示它是真的非常非常的薄 如果你很怕熱的人可以選擇這一件 可是呢我覺得這一件穿起來 就是差強人意 好 第一個呢 它的版型是高腰的沒有錯 就是它穿起來是在我的肚臍之上 然後呢 它的褲頭也是有打折的 就應該可以看到這邊有幾折 我覺得褲頭有打折的褲子呢 會比較顯瘦一點 但就是比較顯瘦一點 它會容易把你前面的那個骨盆的感覺縮緊 所以你會看起來好像骨盆變小 但就是一點點而已啦 有一些 它雖然做打折也不見得會到顯瘦 那這個打折呢 我覺得是有稍微就是顯骨盆小一點 但是呢 它的褲長是我今天試的這五件裡面 最短的 所以如果你比我高的人呢 這一條你真的可以完全不要考慮 那如果你是差不多 我覺得在160左右的同學 同學 160左右的朋友呢 你買這個一定是可以集...集...集...集地的 小當家 這個的褲長呢 它網頁上是寫103 可是我實際量了之後呢 發現它介於101到102之間 我們就算它為101.5 因為我那時候一穿起來就覺得 媽呀這也太短了吧 對我而言已經有點像九分褲了 它不是我想像中的那種 極地...落地...西褲 所以我一穿我就有點小沙眼 想說... 被騙了...被騙了...被騙了... 第一件就被騙 因為我那時候也是先挑這一件起來試穿 然後一穿就想說 細呀 會不會今天就是這個五件全部滑鐵爐 就還好 只有它是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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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短的 然後呢 我覺得 它的優點是 它的收復的效果蠻好的 因為我覺得很多高腰褲 要顯瘦的一點 就是它褲頭這邊的包覆性 跟它的鬆緊度要剛好 就可以剛好把你的小腹收起來 包起來的感覺 那你的小腹就會看起來沒那麼猖狂 然後好像假裝沒什麼肚子 但其實你知道一脫掉 你就會看到有一尊弥勒佛在那邊 所以它的收復效果是蠻好的 只是呢 因為它料子最薄的關係 所以它很容易有折痕 所以如果你很介意折痕的人的話 可能要稍微燙一下 那我自己還有很在意的一點是 馬鞍的地方看起來順不順 我覺得這應該也是 就是大家如果骨盆比較大的女生 或是屁股比較大的女生 也會有這個困擾 就是西褲穿起來的時候 你在馬鞍的那一塊 一定要是 順順的 它不一定要是真的很直很直 因為我跟你講 其實要找到那種很修飾馬鞍的褲子 是有點難度的 可是它至少要是 順順的下來 然後不要讓人家覺得 你那邊是怎麼了 怎麼突然有一塊畸形的肉在那邊 我不要 所以呢 我就是這個人蠻著重在這一點的 那它的馬鞍我覺得有一點點 過於圓弧了 因為它下面的版型其實是偏直筒的 所以它在那邊做一個圓弧的時候 就會有一點銜接不上它下面的直筒 然後會讓你的屁股看起來有點橫向發展 所以這個就是也是我覺得蠻可惜的一點 但是呢 它側面的屁股看起來是OK的 就是不會很扁它 它是有做一個屁股的形狀的 那這一件我就會推薦給 比我小隻的女生穿 因為你比我小隻的話 褲長應該也剛好 然後馬鞍肉的問題應該也沒那麼明顯 加上它的質料蠻薄的 所以你夏天應該會 就是蠻穿得住的 可是對我來講就是有一點點 不到我的期望 再來第二件呢 是美牙家的大牌西褲 然後這件褲子就是比剛剛那件再厚一點嘛 然後這一件呢 它的褲長是 今天介紹的褲子當中裡面第二長的 它有108公分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穿起來呢 是可以完全遮蓋我的鞋子的 所以它的褲長是非常非常非常足夠的 那我買的尺寸是M 然後我的長度是買極地長度 因為它好像有分不極地跟極地的長度 就是你可以自己選擇 如果你是像我一樣超過165公分的女生 就可以買極地的 我覺得這一點蠻好的 它的腰身也是到高腰 就是在我的肚臍上 它的褲頭也是有做這樣子搭兩折 調子就是普普通通的西裝料 沒有特別厚也沒有特別薄 然後它同時也是一個會有折痕的褲子 但是沒有剛剛王少女家那件那麼嚴重 因為那件可能是真的太薄了吧 我也不曉得 所以它的折痕就會很明顯 但這件我覺得就是還可以 它可能會有一些皺褶 但是不會到很annoying 就是不會很惱人的程度 這件的收復效果 我就覺得沒有王少女家那麼好 就是它雖然也是會把你的小腹包裹住 可是比起來呢 王少女家的會讓你的側面 看起來是整片平坦的 可是這個就是還是會有一點點明顯 但我覺得是我已經雞蛋裡挑骨頭了 不然它其實應該也是ok的 那它的馬鞍處呢 就做得比王少女家好 它是沒有那麼圓弧形狀的馬鞍 就是它是有跟它下面的直筒 做一些小連接的 所以你不會看起來說 怎麼好像突然一個圓形 拼接一個長方形的感覺 那整體穿起來的感覺呢 算是偏中寬筒 就是它不是細窄的那種直筒 它是有一點點快要變成寬褲 寬筒褲那樣子的西褲 但是也沒有真的很散 散到就是很誇張 就是中等中寬這樣子 那這件如果你身高跟我差不多的話 你要找一個基地 就是可以碰到地上的西褲 這件的長度 絕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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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ok的 這件穿起來還是顯瘦的 所以如果你身高跟我差不多的話 可以參考一下 那我知道我之前一直說我自己60公斤 可是我最近有點小變瘦了 對不起 各位姐妹們 我已經先背叛你們了 我就默默的疫情期間 好像也是變瘦了兩三公斤 所以現在是57到58之間 就是 I'm so sorry I'm so sorry 我真的 對不起大家 所以如果你的身高體重 跟我差不多就是168在57到60之間浮動的話 這件是ok的 顯瘦的 第三件呢 就是本次最悲劇的一件西褲 我剛剛不斷強調它 屁股很趴的 然後穿起來又有點小顯胖的 是這一條白色的西褲 為什麼會買白色呢 因為這次也是觀眾推薦 然後它的顏色的選擇 好像就只有深卡其跟米白色 那我就想說 嗯好吧 那我就買個淺色的來看看好了 然後我其實對淺色的褲子已經蠻寬容了 就是我會覺得淺色本來就要顯瘦很難 所以我不會用很高的標準去看它 可是這個真的是我穿起來覺得 沒有好看耶 沒有好看 可能真的要瘦子穿 不是一手 但一手可以來找我 那這一件呢 就是它前面一樣褲管也是有打折的 可是我覺得這個打折有點 於事無補 那它的褲長呢是夠的 我買M號 然後它穿起來也是會脫底的 如果你是跟我一樣身高的人 這個一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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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脫底 然後它的料子呢 跟剛剛美芽的那件西褲的手感是差不多的 可能稍微再厚一點 可是可能是因為它是有棉料的感覺 因為它不是那種純西裝料 這一件是有一點帶棉質的 所以會稍微再厚一點點 但整體穿起來的感覺是差不多的 它收復的效果蠻差的 可是我覺得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可能我真的買大的 然後第二個是因為它後面是做這種鬆緊的 然後它前面的扣子只有一段式 就是有一些會做兩個 兩顆扣子嘛 讓你就是可以扣緊扣鬆 然後但是它這就只有做一段式 所以它收復的效果呢 就會被這個鬆緊帶給限制住了 就這個道理其實很簡單 因為越軟的東西 越沒有辦法把你的肉塑形嘛 像以前如果很愛穿那種緊身牛仔褲 你就知道緊身牛仔褲 它的布料很硬的時候 就可以把你的腿整個包裹起來 像那種束身褲一樣 但可是當今天的那個布料 是比較軟一點 比較不硬挺的時候 它一定沒有辦法把你的肉束起來 那因為剛好它後面是做這個鬆緊帶 等於就是有點像是 你褲 你肚子多大 然後它就會多鬆 對 所以它沒有辦法很好的把你包起來 我不知道如果買小一號 這個問題會不會好一點 但是它就真的就是 對我來講完全不收復 然後就變成我也沒有辦法把它穿得很高腰 因為它就是有點鬆嘛 它是不是就變得有點中高腰的感覺 然後呢我覺得最沒辦法接受的是 它的馬鞍那邊真的坐得很寬 就寬到我覺得這件褲子的整體褲型 已經有點變成 很減型褲了 就已經不是直筒西褲了 它已經有點 往別的地方 往別的地方去了 你知道嗎 所以我就覺得 嗯這一件穿起來真的是不OK耶 尤其是它側面的屁股 那叫一個殘 幫我在大腿上寫個殘字 我自己是覺得我屁股雖然大 但是也沒有到塌吧 好了可能有點小塌 但是穿一些比較修飾的下半身的時候 看起來還是還OK 但是這個側面看起來就是 很像一攤豬腳肉 攤在你的屁股上面的感覺 所以我是說覺得不OK耶 不OK耶 就猜不得是哪裡出了錯 屁股的進度有些不厚 所以這件褲子呢整體而言 我是不推的 就今天唯一一件不推的 就是這個白皙褲 我覺得也不是因為它是白色的原因喔 就是它整體版型 我覺得就算它今天是做黑色的 也是不好看 除非你就是追求一個很寬鬆 oversize的感覺 但你知道穿這種oversize的前提 要好看是你本人要瘦 不然就穿不出那種oversize的感覺 那如果你跟我一樣是大織女的話 這件真的先不要 第四件呢 一樣是在美牙家買的一個束口西褲 那我必須老實說呢 就是我一開始穿上這一件 然後把束口束起來的時候 我真的腦中充滿問號 我想說我怎麼會買這個褲子 我們好我們先來看它的整體樣子 然後它的褲頭呢也是有打折的 那這一件我是買L 我不知道是因為我買L 有點小大的關係 還是它本來就做中腰 就我穿起來呢是 腰的部分是鬆的 就是我會一直往下掉 然後變得有一點HIPPOP的感覺 所以就是偏中低腰 然後呢它的褲長對我而言也是還算夠 雖然它只有103公分 但是它不會讓我有一種九分褲的感覺 它頂多就是全長 但不會到拖地那樣子 尤其是如果你把束口束起來之後 它就會看起來更短 那同時因為它料子偏厚的關係 所以它這件是不太會有折痕的 就至少我這樣穿穿脫脫然後亂丟什麼的 都不會有折痕 那它特別之處呢是在於它的 褲管兩側都有做一個口袋 就是讓這個西褲變得有點 比較像工妝風的感覺吧 就不是我們一般認知的那種西褲 加上它那個束口的元素 有點像是它把工妝棉褲 或者是工妝褲 但是改成了西裝的材質的感覺 我當初會想買應該是因為這個原因 就覺得它蠻特別的 沒想到穿起來真的有點太特別 那收復的效果呢也是完全是零 可是我覺得啦 因為以它這個布料跟它這個頸的程度來講 我覺得是我買太大了 所以它才會不收復 它如果是剛好的size的話 應該是可以收復的 那馬鞍柱的線條呢也是普通 就是還可以它不會特別的突出 或者是說去強調那個圓弧型 它還是直直順順的下來 那側面屁股看起來呢算OK 就是看起來還蠻小的 算是蠻修飾側面的屁股大小 就不會像剛剛那件一樣那麼差啊 那整體如果你束口束起來的話呢 就是一個蘿蔔褲的感覺 就是真的不是西褲的感覺你知道嗎 那如果你把它束口的地方放掉 就是當成一件一般的西褲來穿的話 它就是比較寬筒的版型 但不會像剛剛白色西褲那麼的簡型那麼的寬 就是算是中寬筒吧 這件我不知道要不要退欸 我不知道現在還能不能退 反正就是我覺得它 我有點買大了 好最後一件呢就是我現在身上褲子穿的最後一件了 我就不脫下來給你們看 不然我會裸體一下半身好不好 會有點喊羞 最後一件呢是夏木木家 然後它送來的時候就是一個很像大批發商的褲子的感覺 因為它的吊牌就是非常的簡陋 然後是看到想說有點慘 怎麼好像有點慘 但沒想到穿起來之後 我覺得我最滿意的西褲是這一件欸 請聽我娓娓道來 就是呢它的褲頭呢雖然沒有打折 可是它的中線是有打折的 我個人非常熱愛 有做中線的西裝褲 因為我覺得慈母手中線 就是有做中線的褲子呢 它會更顯瘦 因為你看你原本如果西褲是一個圓柱形的平面 那它是不是看起來會稍微寬一點 但你一旦做這個中線去把這個 縱向的立體度拉開之後 它就會看起來更挺然後更顯瘦 就會讓你的整體 就會讓你的腿看起來好像變細了 所以我是非常喜歡有做中線的西裝褲的 然後再來它的褲長也是今天最最最最最長的一件 它做到112 然後我看網頁是說 就算你170以上的女生也可以穿 我是相信的 因為它真的真的真的很長 然後呢它的料子偏厚 可是我覺得是我耍笨 因為它那時候好像是分 春款跟夏款 還是春款跟秋冬款之類的 然後我就想說 現在是春天應該要買春款吧 但我完全忘記了 就是中國他們春天其實還是有點冷的這件事情 所以就是 酸起來有一點厚有點熱 那一樣因為它料子偏厚的關係 所以它也不會有折痕或是很明顯的痕跡 然後它的收復我覺得是普通 可是會顯小腹 因為它的版型是今天5條褲子裡面 最fit 最緊身的 它基本上呢 是完全貼合著我的腿型 然後正面看的話呢 馬鞍會明顯 因為我就像我講的 它貼著我的腿型嘛 但我覺得這個馬鞍明顯是優點 為什麼呢 我分析給你們聽 因為我前面一直說 它馬鞍這樣圓弧出來 跟它下面的直筒銜接在一起 很奇怪嘛 因為前面的直筒都是寬鬆的 所以你這個馬鞍在連接下面的寬鬆直筒 就會有一種你的腿是不是 就是整個粗到底的感覺 但是這一件呢 它因為是貼合我的腿型的 所以我的腿 多粗或多細 它就是這個粗度跟這個細度 那因為大家現在也是追求 腰臀筆這件事情嘛 就是希望腰很細啊 然後屁股大大的這樣 所以如果它這個馬鞍的線條做起來 然後下面的腿部線條也是細的 但就會看起來你身材很好 我不知道你們懂不懂我的意思 就像跟穿緊身褲是一樣的概念 只是緊身褲呢 是全部都窄到底 但這一條呢 它是大概到小腿的時候就開始放寬 它的小腿跟大腿是一樣寬度的 所以它會讓你看起來是穿一個直筒褲 可是該凹的地方還是凹 該凸的地方還是凸 而且呢 它的側面屁股看起來非常的俏 就它整個在屁股的這一塊 我覺得是做得很好的 它貼合你的線條 然後下面又做細細的 你就會看起來 That is so nice 我看很大的 所以我就覺得呢 這一條褲子是我這次裡面 最最最最喜歡的 就是最神身材的 那它的整體就是偏窄中頭 然後有一點喇叭感 喇叭感是因為源自於 它下面那個褲長堆積的感覺 那我覺得這件褲子 是我這次買到最意外的 好西褲欸 就如果你跟我一樣 想要追求一個好身材感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考慮看看這一件 真的是美麥 現在呢 我就來跟你們說一下 就是褲長啊 厚薄度顯瘦度的排名 褲長的話 第一名是夏木木112公分 然後第二名是美芽108公分 然後第三名呢 我有點 不知道要不要相信上面的數字 因為我是覺得 束口褲穿起來的長度 跟白色西褲穿起來的長度 是差不多的 但是白色西褲的網頁是寫107 然後束口褲是103 那我實際量過束口褲 真的是103沒錯 所以我就覺得 嗯 白西褲107是不是有點小騙人 或者是 I don't know 那最短的呢 就是王少女 只有101.5 如果你是168的人 穿那一件真的 不會有你想要塗地的效果 那厚薄度的話呢 最後的就是 束口褲跟夏木木家的這兩件 然後再來就是白西褲 第三名是 美芽西褲 然後最最最薄的 就是王少女家了 真的是薄到就是可以透光的那一種 顯瘦度的話呢 我個人 第一名會搬給夏木木 因為我喜歡這樣子的褲型 那如果你是要找那種 寬一點的西褲的話呢 我覺得 最顯瘦的寬西褲是 美芽家的 再來是王少女 接著是 束口褲 最後就是 一點都不顯瘦的 白西褲 對 好那我覺得這五條評比出來呢 你可以根據你自己自身的條件 或者是你想要穿的感覺 然後去找你想要買哪一件褲子 我覺得這五件當中一定 會有一件 你想要買的 或者是你買了 會覺得OK的 因為他們 我覺得都有一些細微程度上的不一樣 那希望你們會喜歡這樣子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幫我一個喜歡 然後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應該都會有新的影片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大家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 par